全球汽车产业正密切关注一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创新技术 这项技术或将从根本上改变电动出行的模式 据报道 以环保和创新著称的汽车制造商 丰田正在潜心研发一套水动力引擎系统 该技术有望重新定义可持续交通的未来形态 设想一下 未来的汽车不再需要依赖锂电池、传统燃油或氢气罐 仅仅依靠普通的饮用水就能驱动行驶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混合动力汽车如普瑞斯和氢燃料汽车如Miraisi领域所取得的成功 这一大胆的构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一旦研发成功 这款水动力引擎将有望彻底改变当前的电动汽车市场格局 并重新塑造清洁能源交通的未来面貌 一场交通出行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酝酿 关于丰田正在研发水动力引擎的传闻 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这家汽车业巨头曾凭借普瑞斯的混合动力技术 轻燃料电池技术引领行业发展 如今据称正降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 这一次的技术突破不仅仅关乎进一步减少尾气排放 更在于彻底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 其核心原理简洁而具有革命性 丰田的圆形引擎 无需庞大的锂离子电池组或易燃的氢气储罐 仅需普通的蒸馏水即可运行 车辆内部集成了一套实时的水电解系统 利用电力将水分子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随后产生的氢气在引擎的燃烧室内进行燃烧 通过可控的爆炸产生驱动力 其原理类似于传统的汽油燃烧 但整个过程不会产生任何碳排放 与需要建设庞大充电基础设施 且充电耗时较长的电动汽车不同 这款水动力汽车仅需几分钟就能在任何清洁水源处完成燃料的加注 该项技术有效地规避了电动汽车目前面临的两大主要难题 电池衰减问题 以及与电池原材料开采相关的环境污染 这项创新构想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 丰田在氢燃烧技术领域长期而深厚的研发积累 该公司此前曾在赛车运动中测试其1.6升三缸氢燃料发动机 实验结果表明氢能源在实现极低排放的同时 也能够提供强劲的动力输出 丰田此次的新设计通过在车内进行水电解质氢 彻底消除了对高压氢气罐的需求 如果这项技术最终能够实现并投入应用 那将标志着汽车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范式转变 它有望将内燃机技术的简洁性与电动系统的可持续性完美结合 这种自给自足的闭环系统 从水中获取能量瞬间转化为可用的氢气 最终仅产生无害的水蒸气 有望成为人类迄今为止实现的最清洁的推进方式之一 技术核心 丰田水动力引擎的核心技术在于其按需进行的水电解系统 车辆上的小型水箱向装有高效电极的反应式输送水源 当电流通过时水分子会被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产生的氢气会立即被导入引擎的燃烧室进行燃烧 而氧气则会被安全的排放到大气中 或者在一些设计中被用于二次循环 该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完全消除了对外部氢气基础设施的依赖 这正是目前阻碍氢燃料汽车普及的最大障碍之 一 传统的氢燃料汽车需要依赖专门的加氢站 这些加氢站需要储存并压缩氢气 压力通常超过7008 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都非常高昂且分不稀疏 而丰田的解决方案则完全绕过了这个环节 使得车辆能够直接利用普通的饮用水在车内进行电解制氢 尽管从理论上讲水电解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但丰田的研究团队通过采用先进的催化剂技术 在能量转换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突破 他们正在尝试使用高性能的电极涂层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能量损耗并加速氢气的生成 如果该装置能够由再生制动系统或车载超级电容器供电 那么它在行驶过程中便可以持续进行电解 无需额外的外部能量输入即可保持高效运行 水箱的设计也异常简洁 由于储存的是不可燃的液体 因此无需采用厚重的装甲壁或隔热层 燃料甚至可以存放在塑料容器中 从而有效地降低车辆的重量和制造成本 相比之下 锂电池会为电动汽车增加数百公斤的重量 而氢气罐则需要采用厚实的碳纤维层以确保安全 制备完成的氢气随后会进入一个紧凑型的燃烧室 与空气混合后被点燃 与排放二氧化碳的传统汽油发动机不同 氢气燃烧的唯一产物是水蒸气 这些废气甚至可以被冷凝并回收利用 形成一个部分自循环的系统 在安全性方面 这种设计也展现出显著的优势 传统高压储氢罐一旦发生泄漏 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在丰田的方案中氢气仅在燃烧的瞬间存在 由于不存在持续储存大量可燃气体的情况 因此极大的降低了爆炸的风险 整个水飞氢非动力非水蒸气的循环 形成了一个封闭且清洁的系统 将机械的可靠性与环境保护的责任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环境影响 如果这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可行 丰田的水动力引擎将有望消除 当前电动汽车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环境争议 尽管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实现了零排放 但其对鲤骨镍等金属的高度依赖 仍然引发了人们对资源开采和环境破坏的担忧 这些采矿产业常常与破坏自然栖息地 和污染地下水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此外 目前的电池回收效率低下 且能源消耗巨大 而水动力汽车则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些问题 它不使用重金属石油或有毒的电池 地球上最丰富最普遍的资源 水成为了驱动车辆的能量载体 无论是普通的蒸馏水 甚至是经过简单过滤的雨水 都有可能驱动未来的汽车 从而使各国摆脱对鲤矿开采或原油提取 所带来的地缘正值和生态环境代价的依赖 整个能源转换过程几乎实现零排放 唯一的副产物水蒸气会迅速回归到自然循环中 这意味着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或颗粒物等空气污染物 和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 此外水动力引擎的简化供应链 也将大幅降低汽车制造过程的生态足迹 无需建设大规模的电池超级工厂 进行大规模的矿产开采或建设专用的充电基础设施 其潜在的可扩展性 使得这项技术对于那些正面临燃料进口困境 和电力网络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尤其具有吸引力 通过同时规避对化石燃料的使用 和对稀土金属的依赖 丰田的这项创新与循环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 他强调利用本地可再生的资源 在不耗劫生态系统的前提下 兼顾动力性能源效率和成本效益 性能与成本 一些质疑者常常会怀疑 这种替代性能源引擎 是否能够匹敌传统汽油发动机的功率密度 然而早期的演示和研究表明 水动力引擎的燃烧效率 完全可以与甚至超过传统的内燃机 氢气燃烧每千克所释放的能量 大约是汽油的三倍 这使得这类引擎拥有显著的扭矩和速度潜力 伊朗工程师阿拉丁·卡西米 曾成功地将它的标志405改装为水动力汽车 并实现了每家轮水行驶30至40英里的燃油效率 这远远超过了原汽油引擎的性能 丰田作为一家拥有雄厚工程实力的企业 完全有能力将这类概念性的技术 转化为可量产的系统 并在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实现质的飞跃 制造成本方面水动力汽车也可能更具优势 由于无需昂贵的电池组 大量的铜线或笨重的氢气罐 其制造的复杂程度将大大降低 这类引擎的设计可以近似于传统的内燃机 这使得现有汽车工厂的改造或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维护流程也将得到简化 更少的活动部件 无需复杂的高压电池组 以及更少的电子元件 意味着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维护成本 与通常需要专业维修设施的电动汽车不同 这些水动力发动机只需经过基础培训的技术人员 即可在标准的汽车维修厂进行维护 加注燃料的过程也带来了另一项重大的优势 用户无需寻找充电站或加轻站 只需使用随处可得的蒸流水 即可为车辆补充能量 在紧急情况下 即使是经过简单过滤的自来水 也能满足基本需求 这使得水动力引擎在偏远地区或乡村地区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对于消费者而言 这意味着更快的加注速度 更低的运营成本 更少的对电网或特定供应链的依赖 同时还能享受到 与当今内燃机汽车相当的性能表现 前路展望 尽管前景令人期待 丰田的水动力引擎在真正走向实用化之前 仍然面临着多重技术和法规方面的挑战 实时的水电解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如何在没有持续外部电力支持的情况下 维持高效运行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难题 丰田的研究重点很可能在于 整合更先进的催化剂和能量回收系统 以维持整个循环的持续运行 而不耗尽车载的电力储备 另一个关键挑战在于 验证该系统在长期使用中的耐久性 发动机需要能够承受高温压力波动 以及水中可能存在的杂质 虽然使用蒸馏水可以减轻腐蚀的风险 但实用的设计必须配备有效的过滤系统 以防止矿物质沉积或电极烈化 科学界对此类技术的质疑也在预料之中 长期以来由于热力学定律的限制 水作为直接燃料的可行性一直备受争议 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丰田的声誉和强大的技术实力 如果有一家汽车制造商 能够通过精密的工程设计和先进的材料技术 来弥合效率上的差距 那么丰田无疑是最有希望的一家 监管框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目前针对汽油和电池动力车辆的标准 水机发动机 然而随着全球脱炭化压力的日益增大 一旦这项技术的实际可行性得到充分验证 各国的监管机构很可能会对这类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表示支持 丰田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从混合动力技术到氢燃料技术 该公司始终能够在保持产品可靠性的前提下 推动清洁出行方式的发展 如果这项创新技术最终能够投入大规模生产 它或许能够通过使环保汽车的价格更加亲民 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 真正实现可持续交通的普及化 结论 丰田传闻中的水动力引擎 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实验 更是人类迈向零排放和能源资源独立未来的一个重大突破 如果能够成功克服能效和生产制造方面的瓶颈 这项技术很有可能超越现有的电动和氢燃料电池车辆 仅用水驱动汽车的能力 将有可能重塑全球的交通运输格局 彻底消除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并大幅降低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无论这项技术是否会在短期内推出 丰田在这方面的研究都预示着 清洁移动出行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创新将不再仅仅依赖于稀有的矿物或宝贵的石油资源 而是更多的依托于地球上最简单且最丰富的资源 水